怎么讲呢 真说进攻领域的话 也算是无解杀计 早些男的那会儿 体格好的时候 竞争欲望也强 多兰特如果说 他这是生涯当中 有选择的话 能够时光倒流 再给他一次机会的话 绝对不会选择 加弄竞争老师的 多兰特可以说 深受其害 因为有时候 拿荣誉呢 走捷径 虽然往上这个 被人所耻笑 你他反而不如是不脑上的 不过往上欲望如何呢 你看到刚才 雷拉德无论走到哪儿啊 哪有人嘲笑雷拉德呢 少 这个到美国 对雷拉德网那一站 看没看到 一副大佬做派 这个小布麦凯呢 别敢说整体海拔有限 从来都不愿意底下投入 一直都是昂着了 无论到哪儿 不拿正眼看人呢 但是不怒而自为 周园队友这个 你像这样呢 无论一到哪儿呢 周园队友本能的就感觉 想要上前一副 可靠 值得信赖 这么些天以来 在安倍联赛当中 也算是一根棍 在波特兰地区呢 屹立不倒 苦苦之上吧 虽然说成绩有限 但是人家更多 投给雷拉德的阳光呢 既不如人 这是政策 因为竞技体育之林呢 向来一山又比一山高 无法做到 领军取得团队的终极荣耀呢 不算奇怪 绝大多数运动员都是如此 谁瞧不起谁呢 对不对 这说有几个老大领军直接躲惯的 太少 因此 雷拉德呢 往场边一站 几乎就是百分之九十八九的NBA运动员 对雷拉德都是准重的 既不无人无所谓 你也是既不无那些最顶级运动员 但是你始终都是性格刚猛嘛 一直坚守嘛 你虽然呢怎么讲呢 有时候这个仔细一想呢 冠军不冠军 那这玩意儿这个 如果说冠军重要 那么也是建立在 他能满足你那些压抑已久的渴望 他能够带来 周围人呢 给你投来的羡慕的目光 能够让你自己感觉到有所成就 备受准重 但是多兰特他这个差点 几乎这几方面都没有满足 因此他如果再有一次选择 他不会选择这个 加盟勇士的 如果这是留守当地的话 现在这玩意儿也是一代王者 留守当地我估计还会拿常规赛为皮 那就是卡尔玛龙 卡文多兰特如果留守当地 并且不见得一定是卡尔玛龙 你比如说这个 遇到金州勇士 这玩意儿有时候呢 就看你有多着急 说实话有时候这个稍微忍一忍 可能说海阔天空了 当时多兰特只能说 没忍住 如果他能忍一忍的话 首先金州勇士呢 如果没有杜兰特加盟 我判断包括克莱汤姆森 他的欣赏在内 有可能会更早出现 因为杜兰特加盟勇士之后呢 那勇士基本上常规赛期间 核心圈都是边滑水边打球 如果没有杜兰特加盟 那汤姆森的压力会更重 有可能会更早出现赏兵 比如说18到19赛季那会儿联盟 或许那整个西部格局 起码有可能变铁 那杜兰特届时就非常有可能 直接冲进去 而冲进去呢 打的又会是18年 已经处在这个团队竞争力 最末端的骑士队 手是18年骑士 我感觉杜兰特如果说 是领军雷霆原班人马的话 非常有可能取胜的 18年骑士 如果说遇到19年猛龙呢 杜兰特向来不惧莱纳德 这点是事实 莱纳德防守好归好 防不了杜兰特 莱纳德动作也相对干净 他不是皮铁塔克 擅长防守突破 但是杜兰特是以投射力足的 如果杜兰特能够当时 稍微再往后 多挺这么哪怕两年 非常有可能 迎来这个 就是率队打击总决赛 甚至夺冠的机会 错过了 没等了 当时的 稍微忍一忍 那可能这个 整个生涯轨迹 完全不一样了 点赞加关注 感谢您的支持